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牛肉的流向 引发部分学者质疑 政府慢慢拍 同时有学者警告 美加边境互通 牛资交流频繁 加国已成疫区 应注意周边地区是否有类似的疫情 为维护国人饮食安全 本席要求行政院全面禁止加国牛肉及相关产品进口 派员赴加国进行实地了解 在加国黄牛病未消除前 暂缓开放北美地区牛杂碎进口 并提高进口牛肉检查的频率和数量 未来食品贸易谈判因优先考量防疫医疗专业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 本院委员蒋来新 丁守中 吕玉玲等25人提案 座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严处 请问会有无疑 无疑通过 请罗树雷委员发言 鼓勤诸村费费判 应've 广 若亭 谢谢 比如 谁